鄉親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鄉民臺肥 今天鄉親的關心一方 新之圖 鄉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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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信用的部分 而入伺服務 不過泰家在現在要這麼做夢 其實泰家都了解 台灣茶的一定好失一定有名 當然剛才在台灣的 古山茶裡的來送人 沒有就適合失 其實也很可能出 台灣茶的一定舒服 不過泰家在當年有一朵的掩飾 剛才搬上官的茶米比水 剛才在他們那樣的 都在喘東方明茶比水 不過新聞部頭沒有說到 是有因如果楼道配的茶比水 這個部分就不合格 在那裡在電動提電動的茶米 已經同樣就記下四萬元 有的和審賣到百五萬元 按照的家事消費者買到 說在當中有楼道配方茶 太過了讓它心肯定感受不容易 雖說 以後自圖推出的國標 請主要就會保障台灣參與 整整的神山的台版 以後自圖提設方面對消費者有更好處 韓國在這行當中 也有在周圍營有今天就上方同意見 今天也有請公布們韓國在天風 好早上加 提前請我來討論 馬桑米太加收集今天參加在裡面 台北 會先收集的 海洋政院 農民費農業 主持人 還有各位聽眾大家早 大家好 太太好 歡迎副主持人 主持人 各位好朋友 大家好 歡迎 大家好 主持人很好 各位觀眾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歡迎 今天要視頻裡面 分片裡各國無共的國土 而停電影響得更新鮑風新鮑 一開始 先帶來看樣片 它的茶芽比較黃 做出來的湯會比較淡一點 可能它的蜜味會比較重 講到茶麵和好問 戴文雄說得很好 四十歲天津阿爸做茶 做一位生意當好家的做茶師傅 只會每下出現五百發電10億 七七都阿爸出了一場之外 戴文雄將同五家家的茶三億 研修道提示台 爸爸在一百年那時候癌症 所以變成就要撥空回來幫忙 對 那後來又因為一次的瓦斯的散燃 然後又灼傷 那其實那時候是看到爸爸 已經包著繃帶了 還跟客戶道歉說 今年的訂單沒辦法交了 可能會延遲 對 那因為這樣才下定決心 回來幫忙 她們要說 她們要撥空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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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她們是存產的家業 不是事業 所以妳要當 肯定她們撥空回來 她們撥空回來 她們撥空回來 台灣是雜天約聾了好 無論是作茶也行銷 都會盡情好 涵體到北泰牆農的餐廳 那些農業主推出關山茶 雙眼新雞兔 使用待木做基金準備好 鄉志亞 跟那個有法話說 老人家他怎麼會列印呢 怎麼會下載呢 再來就是說茶葉的包裝袋 其實現在茶農大部分都是用公版的居多 可是你這公版的茶葉在上面 你要再貼上QR Code 那這些的設備跟資料的燈打 那這都是增加農民他的生產成本 事實上 農業主推關山茶 雙眼新雞兔賓錢 既然由他國產去進行精采消滅 那還想關閉困難和改革方式 可能和社會和某些交通 將實在本真實的好事 不要打擾客 跟台北說過山茶 台北說好 走到西區龍的動態 走到NLA營營的燈量去哪裡 差不到啦 對NLA方面看得到的 對二人營營營營開始來通知 通知到二人營營 差不到加到那個台北當年的頭營營 都有超過一萬一千人公燈 尤其能 現一萬一營營營 有一個小君 給他們拿到 我們看到的QR口 也在清建藍的封鎖 在外面 農民有說到的 要夾一種QR口 他現在說 用數據的 用通緝 收尾過後 看到的 藍藥的茶味 是我們茶紅 賣的 沒有就是我們茶農 四個生產 四個賣的 體液 部分就看在這裡 他說 不想要夾一個表頭 不想要夾一個表頭 沒有就是三十二點 其實在當中 特別說 要補充的茶味 放在哪裏的 我先去跟副主長 副主長 同樣說 藍藍之突然 做到案子 做到主要設施的原因 先給大家說明 剛剛主持人也有提到 我們現在制度的推動 確實是消費者有這樣的一個疑慮 因為我們身邊不乏 有很多的親戚朋友 會開始會有這樣的一個疑慮 說我到底買到的茶 是不是國產茶 那所以 當然行政院這邊 相關的部會也都聽到了這個聲音 所以我們也雷厲風行 有進一步來做很多的一個市場上 相關的一個抽驗 那發現確實消費者的疑慮也都存在 所以就希望說透過這樣的一個制度的 一個推動能夠保障消費者 讓消費者很放心 很有信心的買到我們的國產茶 所以在市面上也好 或者是說在農民生產端也好 我們都希望建立這樣的一個城市標示 相關的一個標示能夠符蝕 這樣的一個這個這個新的茶葉的銷售制度 讓消費者更加信賴我們的這個茶葉 所以相關的一個抽驗的話 當然也要服務於這個很重要的一個技術 來做這個確認 所以茶葉改良廠 在去一百一十年的十一月 也開發了一個新的一個技術 也奉 也經過衛福部這邊的一個合可 成為一個公開的一個檢驗方法 那透過這個制度 我們可以讓消費者很清楚的來瞭解 到底這個茶葉 他標示是臺灣茶 那到底是不是真的是臺灣茶 所以針對國產茶的部分 只要標示為臺灣這兩個字 產地標示為臺灣這兩個字 那當然我們現在要去要去 要去鼓勵要去這個推動的 就是要誠實標示 讓消費者來很清楚的 掌握到這個商品的一個資訊 產地的一個資訊 副市長 所以是這三個標示 是 都要有嗎 還是怎麼樣標示呢 是 我們的法院的依據 法院的規定就是需要提供溯源資訊 那溯源資訊就成如剛剛主持人講的 這三個標章都是我們規定 可以貼的所謂的溯源的標章 標示 那當然三則則一就可以了 不用三個都貼 剛剛有說到 希望保障要跟埋藏的那個臺灣茶 還有埋藏的歐夫基金 是不過現在設施的過程當中 跟我們的農民沒有說到 要這樣做 要加一度的成本 加一度的事情要來做 公共的合佈的效應 韓國台下的設施方面 又有哪個其他意見 也要討論 縱觀師的部分 縱觀師都會跟人說明一下嗎 陽光資訊設施過後 對人的賣查 沒有就那個 人的手術團 要有什麼影響 韓國壓著對陽光資訊的 看法也有什麼 就目前溯源心智的話 我們的看 就如果今天就是我們是站在茶商跟茶農的立場 溯源心智其實也代表 從此進入了一個所謂公平的市場 那甚至在就是說溯源的心智 其實我們也可以開始 抑制一些不肖的茶農或茶商 你去混沖進口茶 然後當作臺灣茶在賣 其實他是更有約制力 而且透過這個所謂的心智之後 開始未來就會有更明確的 一個透明化來做表現 那像比如說國外的廠商 或者說國內外的廠商 從此開始在採買 然後不論是對於零售 消費業者其實也可以逐漸開始 做出一個自己的口碑 因為透過一個溯源 我們可以明確的知道說 我們今天找到誰 那至於說進口的進口茶的部分 其實好比我們臺灣 目前我們許多吃的米 包含也是從越南 泰國進口進來 那至於說他們可能會是價格 會稍微比較低廉 口感可能當然是跟我們臺灣茶比不上 但是我們明確的標示 甚至就是價格會有一個落差的展現之後 合規市場機制 對消費 應該是說消費市場的機制 自然會決定他適不適合在這個市場裡面生存下去 但是以目前來講 可能大家就是說對於申請的疑慮 然後會不會就是變得很麻煩很複雜 我相信任何一個措施在新制剛開始的時候 他也需要會有蠻多需要 未來就是要修正 但是至少這個制度一出來之後 我們就開始會走向所謂的法規化 然後制度化 他會只會變成更加的全面 然後只是目前這個過渡期 然後還需要就是在茶商跟茶農 有許多蠻多要學習的地方 這個其實我們都可以透過任何的 比如說鄉鎮農會 甚至農委會草業改良廠 然後我們可以得知一些相關的訊息 好 感謝總幹事的說明 不過跟我們說到廣天 他會用的操縱 操縱的廠圖有 現用版的情形 今天普通就請到那個指導員 請到他拿三票的部分 他會做藥風新制度 他會參與的情形的用版 跟設計 他會在藥風制度的官方表演用的 用三票清採體的官方表演用版 跟他講的 那關於這個溯源標章的推動 那是在販售端 就是說在可能茶行 茶廠 他才需要去做這個貼標的動作 那當然這些茶廠 他會去尋求很多的相關的茶農 來做那個契作 他們是互相做契作的 然後這些茶 自茶廠 他也會輔導 跟農會一起輔導 這些茶農來做一些茶園 管理的紀錄 或者是一些跟座上 譬如說施藥 或者是施肥 或者是採收的相關的紀錄 那我們也會輔導 他們做那個上網登打的部分 那這個是在有機驗證 跟產銷履歷驗證的部分 要這樣做 對才需要這樣做 那因為這個兩種驗證 他是需要土地合法取得 他才有辦法來做這個有機 跟產鋁的驗證 那現在加了這個 對 現在是QR Code的部分 那相對比較簡單 他就是在生產者訊息上面的揭露 跟他的耕地上面的揭露 跟他的茶產品上面的揭露 那這個相對比較簡單 好 感謝指導員的說明 藥風行之圖 拿三條目的 所採認證 拿鐵防空 把茶麵神棧 那個某種的資圖走進去分工 故事說 看起來比較冷 不會暗度 不過設計方 藥風行之圖 順道對鐵醫生農民朋友 韓國對茶紅的朋友 今天就要設計 參加過後 看法反應用版 不過呢 整個就看了 那說好早的國圖 老師 主任 為什麼看藥風行之圖 對整個台灣的茶麵 算是影響長途反應用的 從去年開始 政府極力地在推動 然後把這一些進口茶 在行銷的這個區塊 這個點 然後去抽茶 抽茶了之後 真的發現進口茶 沒有按照他的標示來 標示來換售 然後馬上的 馬上的產生了很大的一個結果 二零二二年可以說 台灣所有的茶籠他手上的茶通通賣光光 為什麼賣光光 因為賣茶大部分 還是在茶商這個區塊 茶商這個區塊他本來就在賣茶 賣茶的時候他因為成本的關係 他會用一些進口茶 進口茶來賣 他沒有告訴你說這是進口茶 但是消費者喜歡這個價位也適合這個口味 就這樣正常地賣了 那從去年開始問題來了 我賣你茶葉我要有這個QR Code 這個QR Code 那馬上可以現出來說這個茶不是台灣的茶 那茶商怎麼辦 茶商就沒有賣了 就沒有賣 那他沒有茶可以賣 所以就很快地去把去再去批正式的台灣茶回來賣 所以就真的賣光光了 那這個是去年這樣子成果的表現 那再來就是說這個這個制度 對將來茶產業的永續經營會有很大的幫助 怎麼講 你制度透明化之後 你這個茶要怎麼行銷 那全部都透明 但是這個永續經營還是很有學問的 進口茶有它的優勢 它的成本的優勢 那台灣茶有它的生產地的優勢 就是說我這個地方生產的會比較好 但是價格上比進口茶會貴一點 那這個制度下去之後就開始透明的競爭 透明的競爭之後會怎麼樣 當然會有一個區塊的台灣的茶產業會受到衝擊 這個是一定會的 那將來受到衝擊的這一塊的茶龍 要怎麼樣因應 怎麼樣永續經營下去 這個你有這個制度之後 他才會動腦筋去想辦法讓自己的產業 永續經營下去 好 謝謝主義們說明 中共台灣剛才說 有七個台灣茶的產業 做到永久的發展 在營利亞的政政台灣一定是在賬米 而除了說不太容易了解到 不過呢 甚至突出時 當然會有多麻煩 而且麻煩的工廠當中 出席人家的樣片都看得到的 設計提供提供的農民朋友 還有哪一條意見 我們再繼續看影片 我們在做這個茶葉溯源之前 其實在食品衛生法裡面 其實就有食品標示 那我們把食品標示好 就表示說對這個茶葉的負責 其實就也是一項蠻大的一個保證 那如果有不肖的業者或是商人 他要用進口茶去混沖 當然是要從進口茶的源頭 來去做溯源 會是不是回來的更恰當一些 而不是為了這些農民 讓他更多的困擾 在底層的這些農民 他可能會覺得說 我們又不是在賣毒品 為什麼這麼嚴重 為什麼要溯源到那麼嚴重 好像說我們賣這個茶 好像是一個很毒的毒茶嗎 因為QR還可以複製 可以不一定說它會複製下去 盜用 甚至說 不然在販賣的時候出問題 要溯源到溯源附近 就會產生這個衝突點 當然政府的美意是好的 不就沒辦法說你們的縮源 都會疊在那裡頭 就不是疊在那裡頭 因為茶蔵 它拼到窗戶 全屁的出風 所以 這就說的就是 多時煮茶送給我夫妻 要再煮茶 繼續煮茶就出 泰國的影響 實時政府的好意 不過要當中的可能 因為我們在這裡的部分 那些人會好好地面穿人的部分 先來看到 這個百貨之徒 感到有反正 有好生物 因為我們跟我們說到 其實這個茶味的生產當中 就有當中的訪問 韓國的加美運動民說到 我去生產的茶 我做的茶可能 我去做茶的事件 和幾下的農民 去茶牆輸過來 去做出哈佛的區域 不過他就在台湾茶 他說我們拿出現 的事件當中有出問題的 是漫游的附近 接著來我們看到 就跟我們說到 比較多生的農民 害到會自身 可能接觸沒案件 害到會接觸性感染 是比較保守的 害到有法徒案的做 韓國害到有取消的做夢 接著來我們看到 是會對香港的 所以我們看到 我們在家裡 要是在家裡 要是當中的 要是在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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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是在家裡 要是在家裡 要是在家裡 他可能拿藥風之圖實施的時間 可能會比較適合你的地方 韓國沒有問題的地方 故作說 整個地方的問題 他在一塊內問到韓國 請立民來做庇音 我先請縱觀師來庇音 好位 縱觀師剛剛說到的 就說 其實藥風之圖 他幫他拿實施的部分 政府的好意 他幫他去問 正正在庫舍做到 不過做到的過程當中 和那個沒有一個困難 我希望先了解說 他要去QR 戶口 要把他生產 整齊都高興 那一件一件 他說 會拿水管國常動作 會不會用的那副頭 走到那種事情 其實今天不論是在於病堆 你臺灣茶就是全部都跟臺灣茶病堆 這個當然是沒有問題 那這個貨你跟誰進來 你就完整把他記錄好 然後至於說老農資訊的落差 我相信就是可能目前 大家會感覺到比較麻煩的 就如同剛剛影片裡面有介紹 衛福部這邊 其實我們已經有一個食品在上傳了 可是基本上在查驗溯源的 這個問題 其實他並非有想像中的 那麼困難 好比說今天我賣的 就是所謂的臺灣茶 你再把它細分就是說 我可能就是一個特色茶 或者是一個高山茶 其實針對這些上傳的內容 甚至他可以把它簡化 現在我們開始做這個所謂溯源心智 其實他會帶來一個還蠻 就我個人在看 他會帶來一個蠻正面的好處 就是什麼就是說查農與查農之間 不論今天你是老農 或者說你是對於申請這個心智 你是不懂的 不論是今天他是所謂的 茶藝館 茶藝老師 或者一些農民 其實大家之間是可以利用這個 這個所謂的心智 來做一個所謂情感的交流 或相互資訊的交換 那其實他會是一個正面的 算是一個蠻正面的幫助 那至於說標章仿冒的疑慮 不妨這樣說 就連所謂的名牌的衣服 皮包 只要你東西好 誰不仿冒 那相對的 當你自己只要實際的紀錄好 那如果未來有所謂的仿冒的疑慮 出現的時候 你就適時的將你的資料出事 我相信這個也不是太多的問題 我們的QR Code 心智 你就是把它標示清楚 他是所謂的臺灣茶 至於其他的介紹 其實你可以用另外所謂的標籤 去把它貼出來說 我這個產品 他的實際內容是什麼 所以其實他並不會 有大家想像中 那麼的困擾 以上 好 感謝總幹事的說明 志同爺 剛才能說到 當時設計台提議宣傳的部分 當時設計台提議宣傳的部分 要有差不多運設計的 也要插紅 也要不要插紋 他就有用來拍照 不過要拿到設計台 垂港的工廠當中 有多少有問題嗎 那標章綁帽的這個部分 因為其實現在大家都是有手機 可以立即掃碼 就是掃描那個QR Code 可以立即的上網去做一個查詢 那是不是符合我去購買的 這個消費者的資訊 相關的訊息 都可以在這上面取得相關的資訊 可以去核對 所以這個部分對消費者來講是相對有很大的保障 他不會去買到 可能跟他想要買的東西 有落差 有落差的 對 作業上的負擔跟困擾 其實 就是那個貼標籤的動作 這個就是可能要去做一個貼紙的那個製作 那所以在困難點上 我覺得是還 還不會造成很大的困難 好 感謝指導員的說明 那當然這個原料的一個來源 這個其實在衛福部也已經也有相關的一個規定 包含你的原料進來跟原料進來 出產品出去 其實都要去做相關的一個記載 登載在食品業 其實本來就有這樣的一個規定 那當然農民的部分 我自己自產自銷 那我貼了我自己的QR Code去做販售 那當然就符合相關的規定 沒有問題 也都跟原來的 我們在正常銷售的這個模式 也都沒有太大的一個更動 唯一的更動 唯一可能會造成這個農民比較不方便的地方 就是說你要先做第一步要去申請這個QR Code 那第二步就是你要把你的QR Code 貼在你的產品上面 就這樣子就結束了 就跟原來的販售模式是沒有差異的 那當然後續政府 剛剛也有提到把關的部分 那在這邊也特別跟大家做說明 就是說這一塊 因為我們也會這個 因為既然政府推了一個新制 那我們更有責任要去讓這個貼標的 這個產品 或者是對於消費者 對於這一塊的一個認同度 對於這個制度的一個認同度 我們一定要去讓他認同 讓他這個制度能夠更加健全 所以在後續的查核跟把關的部分 政府這邊也規劃了一連串的 包含跟其他部會 跨部會的聯合機查工作也好 或者是說這個農委會在產地端 在生產端的一些相關的一個查核工作 我們也會這個規劃完整的一個查核制度 查核機制來確保這個貼標的一個產品 是如實的 是沒有欺騙的 沒有欺騙的這樣的一個方式來處理 好 感謝副主持人說明 等於是說 我們跟我們說到 這個平台的支柱 去那算是前期的 那個小數的部分 特別的平台 就在這家的產品 在附近 不過三個月 沒有一個檢驗機制嗎 有跟副主持人說到的 跟上官的部份 跟上隊 跟同埔 來做上官的檢驗機制 希望能夠在這裡說 如果要去碰到 舊頭高 跟正正的 儲存說的 有做到 要去桌上茶 正正的桌上茶 來賣分手費 站 接著要請到信仰 信仰要請到 其實跟副主持人說到的 關鍵就很 我們雖然有 這個桌上 舊頭高 要去對外 去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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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譽的這個部分 去桌上 不過 要當中的檢驗機制 不是說運用的 三下流運用的 天送去 會整整的同樣的制度 做到恐嚇反正 茶 茶商最最擔心的 就是說 我QO扣下去之後 我就完全透明化 我這個茶是海拔多高的 然後在哪裡買的 哪一個季節的 那這個茶商非常的擔心 因為為什麼會擔心 臺灣的臺灣的茶葉的行銷 完全是依據海拔 大家都想買那個超高海拔的茶葉 那我如果有QO扣說 說這樣子一掃描下去 就知道說你這個茶海拔多少 多高的 這個茶籠住在哪裡 那就完全透明化了 茶商最大的利潤 最大的利潤是靠他的技術 他的技術他去批發 批買一些高品質的茶 然後在經過自己精製之後 他是賺這個區塊的 那你這個QO扣下去 就知道說這個茶是哪裡的 所以剛剛副執長有說 只要是臺灣茶 就好了 不一定要去解釋說 這個茶是哪裡買的 這一點 如果把它好好的宣傳出去的話 那大家的餘力都已經化解了 反而是受到進口茶 競爭衝擊的這個區塊的茶籠 那自己才要擔心的 在這裡有一點 我要特別特別跟這個消費者 跟我們茶商 茶籠好好的用質 用質 潛質 大家要非常的注意 我們是拼堆 絕對不是混茶 為什麼 這個非常的重要 絕對不能用混茶 混茶這兩個字讓臺灣的茶產業 有兩次完全覆沒 在一八八 八八年 八九年的年代 全世界已經把臺灣的茶當作是最高級的茶 但是訂單太多 沒有茶可以賣 就把樹葉 草葉 糖 這個麵粉加上去賣 結果完全 完全全軍覆沒 然後再慢慢的起來 那大家都看過茶經聯繫劇 在一九六年代 同樣的 茶葉沒有 茶葉大家賣得很好 沒有茶可以賣 也這樣子混下去 這才叫做混茶 茶商所擔心的 就是說他怕他的茶葉 消費者要求他 讓消費者知道說 這個海拔到底有多高 我覺得 這個是關鍵 這個茶 這個商品 茶賣的這個商品的標示 這個非常的重要 比如說你把茶做得很好 你不一定要去標示說這個什麼品種 這個什麼產地 這個什麼產劑 不必要去標示 現在臺灣 臺灣的高山茶賣得非常好的這個茶 他的商品名叫做毒藥 叫做鴉片 叫做鮮丹 而且他這個價格 這個價格 我不是幫他推廣 我這個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機制 你臺灣這麼好的一個天然氣候環境 種茶的天然氣候環境 那為什麼怕進口茶競爭 那我們政府要求把溯源做好 你進口茶就跟我們競爭 當然他們有這個成品的優 成本的優勢 我們有產地的優勢 我們有技術的優勢 你把這個茶做好的話 你就可以行銷得非常好 而且你可以有很好的利潤 這是我期勉大家的 好 感謝主任的說明 顧著說 整理工資圖 國際有哪一條意見 和管法要提出來 先看樣片 後來 再跟觀眾先從 同台下討論 整理工資圖 怎麼會進來的 不然說習慣結束的 而境外的 南南空 福秋羅伯 因為願意味著 一定要真正神賞 認真人來說 新台大吉 我們不管是做茶還是賣茶業的茶商 都必須要基於一個信任的程度上 就是讓消費者可以安心 那可以追溯到茶業的來源 对我们不是排斥外来茶 只是说外来茶标示清楚 那有些消费者他也会选择外来茶 因为他外来茶有他自己的特色 那国产茶有国产茶的特色与风味 那所以我们应该要更明确的 让消费者可以了解这样 慢慢的可以说走向我们的传统 传统的制作过程 再来做的过程就是手工融脸 加上我们一些制作过程的话 可以让一些年轻人来参与我们这些 茶产业的制作过程 让他们加深说对我们传统做茶 让他们来了解来知道 培茶方面也可以做我们的炭火培茶 就是早期的 这些都是对我们的茶 让消费者喝起来 跟目前我们的外来茶 一定有不同的地方 不过这些金丘茶刚才没有说到 在真正的金丘茶没提到规方当中 他们真的要不要去腿瓣茶 故事说我们要看他 要在金丘茶念是拿着腿瓣的比例 其实腿瓣的比例 金丘茶差不多站在去上 拿着腿瓣是茶的部分 故事说我们说 要按照念就能统计金丘茶的数量 加上数目是确认的部分 先说 宇洋一二年的时间 就差不多三年前的时间 看到金丘市金丘的量 減少要买五万港顿 在过来其实这个量 当年当年刚才那一度的量 同样的生产 去把生产的茶味来比 其实很少有受伤的 但是看到差不多 拿着宇洋二年的时间 自己的量都说到一万人港顿 那刚刚主持人也有提到 我们国内还是需要有一些进口原料 来补充 因为确实有一些原料 我们国内不生产 所以从刚刚的数字来讲 我进一步再往下 再去做探寻的话 我们可以从这个表格来看到 就是说其实进口茶的进口数量 所以确实三万多噸 没有错 但是里面将近大概是八成 九成以上是台湾不生产的 就是生产比较少的红茶跟绿茶 还有也有少部分是普洱茶 所以这些茶类是进来之后 也会经过我们国家的相关的边境管理 包含农药 检验相关的一个 这个相关的一个管理措施 才能够进到国内来作为国内的一个 食品原料来使用 那我们比较担心的是 跟国内生产比较相像的 就是说产品性质 比较类似的所谓的部分发酵茶 就是我们熟制的乌龙茶 或者是高山茶这一类的产品 那这一类的产品 跟国内的产品属性就相同产品比较相似 那就会有刚刚大概可能在影片当中 或者是我们来宾有提到的 可能就会有混沖假冒 是台湾的这样的一个茶叶来 贩售给消费者 那消费者就被这个不诚实的资讯所蒙蔽 然后就不知道我买到的确实是进口茶 但是标示是写的是台湾茶 那这个就是我们不想见到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发展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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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程 所以我们希望把它倒回来正确的一个销售的一个制度 甚至确保国内的生产者 确保国内消费者的一个权益 所以我们就希望说透过这样一个制度 针对国内的茶叶 你只要标示了台湾茶 台湾产制 生产在台湾 那当然你要提供这个溯源资讯 但是如果是属于进口茶 你也混了其他的进口茶 或者是拼配 刚刚这个老师讲 不要说混 确实我也要更正一下 不要说混 就是拼配 因为拼配茶叶有拼配 酒有勾兑 所以我们为了要让这一个我们的农产品 达到消费者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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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求的话 那当然这个这个拼配的作业是茶叶技术当中 不可或缺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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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 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制度 让消费者很清楚的 你有拼配了其他国家的一个产品 那你就诚实把它标出来 让消费者知道 那接下来就是让消费者自己去选择 这个价位符不符合你的要求 风位符不符合你的要求 就由消费者来做一个确认 然后来来来 让消费者有正确的一个消费 资讯的一个获取 好 谢谢副组长的说明 香港的台湾茶会影响的经营 有哪一部分 那三个月的主意度的部分 先台湾 台湾乐坏 刚才主要说到 其实刚才刚才希望说 一个简单的送人的状态 做得提供出来 这样呢 台湾参加的场图 韩国累租亚的事情 仍然比较少了累租 再来主要呢 跟他说到台湾其实 和真正一度的产品 来不足台湾不辣的素材 故事说真正常的灌银 用口水累租到 每个保重消费者也好 保重台湾的产品 然后他的动作又要关心 再来主意 为整个农民设置的顺利 韩国呢 也会生涯 要有上映的素材 让这个资兔 将有发布设置下机 台湾的产品 将做得运少的发展 还有呢 那说作为资兔 更好 一个资兔 除了台湾乐坏 多的酒店 一个部分来做 这样台湾呢 参加去来 韩国组织的 更简单 相对来说 要不要有暗度的问题 提出来 故事说 一个部分 会希望说 台湾乐坏 其实三峡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茶区 但是整年度都可以生产茶叶的 就是我刚才讲的 春东两季都是生产 比肃川绿茶 臺灣最 是臺灣最頂級的綠茶的產區 那再來就是蜜香紅茶 就是五到八月份所生產的蜜香紅茶 他是以完全不噴灑農藥的管理方式 那等待那個小立月產來去做釘藥以後 我們用他的原料來做紅茶的製作 那生產出來就是他會帶著蜜味 手果香 這是所謂的蜜香紅茶 那這個在我們推動上是很獨特 因為我們是手採一心二葉的嫩芽 那配合我們的溯源管理制度 那張貼在那個產品上面 那這個對我們的品牌的行銷 是非常大的幫助 那累積了相 累積了比較多的 那個客源的時候 在我們茶產業的整個的永續經營上 跟我們後面清農在承接傳承的部分 是有相當大的幫助 醫生 好 謝謝 指導員的說明 也就是說 其實大概 收拆 生產的產品有液體塞 不過液體塞用的統計 運用體驗的資託 沒有那些人的液體塞用的生產的工廠 有設計的滾口 透明 本身比較多人的 韓國呢 液體塞用的 太過了解到 液體農民 也液體塞用的產品 液體塞用的生產的工廠 有一個信用 就跟我們講到的關鍵 我們三人和技術同埋 就說的 反應說的口碑的部分 那針對說 剛剛我們有提到說 淨外茶進口來臺灣 那我們這個產產業制度化 應該說在十幾年前的時候 那時候中國觀光客 日本的觀光客 世界各國觀光客 只要來臺灣是必定 一定買臺灣茶 沒錯 他認為是 這個是我們的來臺灣 一個最佳的伴手禮 可是後來就是開始衝刺了 混沖之後 我們的民生也其實也逐步 開始在下降了 其實我也會認為說 是藉由這一次我們溯源心智 我們可以重新再做出一個口碑 甚至再得到一個國際的一個認同 然後把我們的公信力再提升 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不論今天是茶商還是茶農 大家都還是可以賺到錢 他不過就是說 去做一張貼紙 你把它貼上去 其實他也代表自己的身份 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未來的趨勢 然後這邊我稍微再補充一個問題就是說 可能目前我們大家現在討論的就是只有所謂的茶農 茶商 其實他這個其實在我們臺灣的茶產業裡面 他不只如此 包含也許就是說賣所謂的淘氣的 甚至一些所謂的茶藝家或者是茶藝工作室 或者茶藝館 他也會有做所謂的茶業販售的行為 那其實如果要是我們可以將這個溯源心智的話 把它完整的做好 其實他是另外一個 像是比如說今天你是開一家茶藝館 人家來你這邊喝這個茶 我認為說這個茶還不錯 你的溯源心智的話 申請的是你這家茶藝館的名稱的話 其實這個未來當 也許他會成為一個伴手禮 他會成為一個禮品 而送到別人的手上 人家其實一掃會知道我的來源為何 那我就可以之後呢 我就可以再去跟誰購買 所以以長期來看的話 我們是其實還是蠻支持這項政策 然後陸陸續續的推廣 感謝總幹事的說明 中共就在臺家審問說 壓風之圖做的比臺灣的茶米 待會他在新的發展的奉用 和新的作法 保有新的目標用的 所以說保障的人私從的本廳機制 今天討論的案件 臺家剛才說 藝館有一個真正的好處 不過設計的 自行鬆 控制和臺家使用天天內接觸 應用的做到 應用的做到有之圖 故作說 不跟我們說 都會運輸發展 同樣的 自圖 肯定你屁股 自圖發酵 兩位咬那個 真的就會做到很做到的 運輸發展 關於產業制度化 我有一個建議 那現在我們的東方美人茶 可以說紅透半天邊 那這麼紅的一個產業 這麼一個產品 你如何把它制度化 不要讓人家真的來仿冒 這個 你有制度的話 人家就沒辦法仿冒 那我建議幾個朋友 剛剛是建議說 不要用糞茶 那現在建議說 不要用不肖商人 不肖茶商 這些茶商 它是 它為什麼最 這我今天最多了 當開始三四十年前 我們都要往高海拔去種茶的時候 沒有土地可以種 當然就往國外去種 國外去種 種一種 往國內銷 因為這種模式的這種口味的茶 在臺灣可以賣得好 價位可以賣得高 所以往國內銷 往國內銷的話 也是正式報關 正式進口來販售的 那沒有說什麼不對 所以可以用不要說 他們進口茶的人就是不肖 覺得他也是跟我們正式的競爭 他進口茶的香氣滋味 相同的這個產區 一定會受到很大的衝擊 雖然說去年他們這個產區的茶 通通賣光光 為什麼賣光光 我剛剛已經講了 那接下來他們茶葉 還是一樣的在進口 量也一樣的多 那是不是他們也想辦法賣 想辦法賣的話 就受到這個區塊的茶籠 就受到衝擊了 受到衝擊之後要怎麼辦 我記得我們跟副組長 我們二三十年 二十幾年前 我們也向政府申請了一大筆的 受進口損害的一個補助款 除了說幫助農民補助 正式的補助之外 那其實福島 他們永續經營 這個才是重要 再來就是不一定要做烏龍茶 大家為什麼都要做烏龍茶 有這個白茶 這個三峽 他們的白茶賣得多好 結果我們政府好像不怎麼 不怎麼想說 沒有這個白茶的經驗 所以就沒有去推廣白茶 其實一百年前 這個日據時代 臺灣的這個白茶 就賣到東北去 賣得相當的多了 品質也相當的好 那目前大家想要做白茶 但是沒有這個製造白茶的技術 我敢這麼說 沒有製造白茶的技術 它有一個關鍵點 大家都不知道 沒有真正去學過 那做出來的茶 都是最低檔的白茶 最低檔的白茶叫做壽莓 壽莓對我來講就是乾樹葉 乾這個茶葉 老的茶葉 是讓它自然乾的這種 那三峽做的是那個第二等級的 叫做白牡丹 那個可以好好的推廣 我推廣茶推廣到現在快五十年了 我最大的遺憾就是沒有把年輕人拉進來喝茶 那你沒有把年輕人拉進來喝茶 為什麼 你的泡茶 大家都是老人茶 他們年輕人當然不想進來 那你如何把這個茶的位階提高 當然現在有一些年輕人做出來那種風味 很年輕化 很時尚化 那大家就會喜歡 這個也很重要 像說茶餐 茶餐 茶都只是一個配餐 為什麼不能用茶代餐 用茶做主角 把餐帶出來 這個是也是一個很好的 這一個增加茶籠收益的這個產業 再來就是很重要的 臺灣沒有這個茶學系 大家都把所有的茶的研究 那些工作都推到茶改廠去 茶改廠只是一個農業機關 農業試驗研究機關 行銷的東西 那些不是他們的工作 那大家都把它弄到那邊去 那很可惜臺灣 臺灣這十幾年來 很多學校都想設置這個茶學系 像現在我在中間道學堅課 那個已經九年了 因為這個只是一個學程 所以大家不明顯 那很可惜我以前服務的學校 有這個茶葉系 但是這個後段班的學校 一下子就被淘汰了 不是我的系列被淘汰 是我們整個學校被淘汰 所以政府如果 這個不是農業組的事情 政府在教育區塊 如果把它設定 用心去把它設定 這個茶學系或是茶學校的話 對我們整個產業一定會有很大的幫助 好 感謝主任的說明 那這部分 親民請教他副主張 中共就那個藥荒之图 設施過後 聽說還有統統的事件 要跟他交通 今天三個月的論文書 要用到藥荒政策的設置提供和說明嗎 我想制度的推動一定會有一個 前置的宣導陣痛 跟這個磨合企 那剛剛也收到了很多的 等於說我們透過辦理座談會 收到了很多的資訊 那我們都會把這些資訊 去做一個吸收歸納 然後來設定一個 甚至剛剛主持人有提到的 我們一定還是會去做相關的政策的 制度的一個檢討 讓這個制度讓可以實質的產生 我們要的這些效益 包含剛剛很多人要 很多來賓提到的市場的區隔 或者是產業的一個穩健發展 或者是相關的一個制度的一個建立 甚至最重要的這個制度 無非就是要讓我們的消費者 更加信賴我們所販售的一個產品 然後讓這個生產者 消費者的權益能夠獲得確保 好 感謝副組長 其實今天他跟他當時 當時有關 也好 退班差 由他跟宋年 新資突揮 真正過後 太閒無論他設計提議 先要在設施的國廠當中 我們有意見和看法 正說就是三十六 亞方新資突揮補 退班差的手術信用 韓國沒有確保 社會者使得整整的退班差 就不認真退班差 一定出發樣的 希望不會輸到其他的 金球場的樣子 爆發的視同的機制 因為希望退班的差産民 而運輸的發展客氣 我們會將對方差産 在整整整整體爆出 以上就是今天 出面台幣的討論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再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